我們先從這個知識圖譜 那麼你點開這個是一篇介紹的文章 我也蠻鼓勵各位可以到這個網站 看一看 這個叫做電腦玩物 電腦玩物 那 OneNote的部分其實他是有可以做筆記的 你往下走他是做介紹 那我現在就直接用Google搜尋給你看 你來看看是不是以前 你也曾經看過 只是你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好 如果我們進到 收訊群 好我就來找一下 比如說各位 現在我們找 找明星好的 好找周杰倫 OK 平常各位都是直接看的然後是 你就從第一個就直接點了對不對 大部分前面就符合你需要的吧 可是呢你都忘記看右手邊 右手邊 你有沒有注意到右手邊有一個東西 這個就叫知識圖譜 知道了嗎 嘿 因為呢 知識圖譜就是為了要改善我們平常只用收訊引擎 因為平常大家用收訊引擎都怎麼樣 都從這邊看 都找第一個 慢慢找 沒有錯你確實 容易找到 可是呢 我們一般各位應該有聽過百科全書吧 對不對 百科全書會針對你的 你要找的這個不管是名詞啊 還是一個事件 還是一個 人物 他會把它做一個整理 那麼知識圖譜就需要補足這一塊 所以你找了比如說我們現在這邊找了周杰倫 你可以看到他 不只給你看照片 他還告訴你 他是 身高多高 跟某某人什麼時候結婚有沒有 有沒有 也許你知道他老婆是他但是不見得知道他是第哪一年結婚的 那你再往下走 你再往下走 他有演過的戲有沒有都出來 有唱過的歌也都會出來 所以這樣子 你就會發現說其實 我不需要從左手邊先看 我從右手邊先找 我就會找到很多可能也許 你還不知道的資訊 雖然你找到那個關鍵字 那麼你再往下走 有他的歌對不對 再往下走 有沒有發現 他說 還有一些人 這是他的專輯嗎 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 這邊還有 有沒有 可以從這邊或者更多他的資訊 你可以再打開 喔他說 他也曾經跟這些人有關係 啊這個已經變他老婆就沒什麼好講了對不對 那 跟 蔡小姐有關係你應該知道嗎 很多人看到這邊就結束了 但是其實你看 我如果從這邊點下去 你有沒有發現 下面的 就是 蔡依林的訊息了 有沒有 我點到他 如果找的是林俊傑 你有沒有發現我都不用再打 關鍵字 都在上面直接點 下面的地方 有沒有就直接出現了 這個就是知識圖譜好玩的地方 也就是說其實 你本來找一個 點 然後他就有點變成線變成面 但是呢 你不需要再打關鍵字 直接用點了 平常如果你是 用標準的方法 你可能會 再輸入蔡依林 再輸入林俊傑 對不對 但是現在就不用那麼麻煩 跟他有關的 點一下 下面就自動出現 當然如果你要找圖片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所以 像這邊阿妹的 你點一下 就他更多的照片出來 這樣子 你會發現 找資料都是點點點點點而已 幾乎輸入的 那個次數 因為打字總比用點的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知識圖譜 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以後 你在Google找資料的時候 真的可以留意一下 當然 這個部分 他需要人工整理 所以一般來講 不會每一條 你找的 這個關鍵字都有 大部分會 比較偏向就是 著名的 然後經典的 然後資料比較多的 通常在右手邊 就會出現這個叫 知識圖譜的 東西 OK 那如果 像在這邊 假設你找了阿妹之後 你還 回頭 你就可以 從這邊回來 又回到周杰倫 你就可以繼續 不用說 我不小心 找了張惠妹之後 周杰倫他再打一次 有沒有發現 這樣周杰倫 就轉那麼一次 是不是就回來了 對不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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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